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跟大家說一下 Mo李啟賢 自從去年7月 MIRROR演唱會 在演唱會期間發生嚴重意外 大螢幕掉下來 打中了舞者 Mo李啟賢 至今差不多一年 仍然都要接受這個治療 很多媒體都慢慢開始淡忘了這件事 但他父親李聖林牧師 一直都透過代討信交代Mo的進展 即是他的病情和復康進度 在1日那晚 他發出第49封的代討信 表示Mo已經為摘除這個尿袋做預備 在訓練膀胱肌肉伸張力的時間 沒有出現霧汗或者不舒服的情況 這就是一個很開始 起碼沒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雖然復康之路仍然不容易捱 不過Mo仍然堅持接受治療 令他父母都感到很感動和很欣慰 大家都知道 他的女朋友蘇晴 真的對他不離不棄 在CORNA都退了團 專心照顧男友 同時也發展他自己的舞蹈班 有另外一個發展 同時主要的原因就是 要放多點心機和時間 陪著Mo在這個過程中 復康的漫長之路 雖然已經隔了一年 但是大家 我相信還有很多人都很關心 Mo 不過傳媒或者媒體 近期就沒有什麼 好像剛剛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這麼關注 我們跟大家交代一下 今次李勝林牧師 他這個代討信的內容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他說 扎除尿袋的預備 他就說 感恩 上星期開始再嘗試 新一輪夾尿喉 以訓練膀胱肌肉的伸張力 感謝神 暫時沒有上一次沒有汗 和不舒服的現象和感覺 是一個好的進程 即是拆除尿袋 可能會有些不同的反應 例如之前他們曾經提到 會有出汗或者不舒服的現象 現在就沒有了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進程 亦是一個好的開始 亦是一個好的消息 在代討信上 亦都討告 繼續為這個膀胱伸張力的反應 第二件事就是 接種新冠疫苗的反應 請為阿摩剛接種新冠疫苗 加強劑後的反應 不致影響治療和進度的討告 即是新冠疫苗 亦都幫阿摩打了之後 其實就沒有什麼很大問題的反應 即是一個病人 如果要打疫苗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擔心有些不同的反應 幸好現在暫時就沒有看到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為阿摩去做這個討告 至於阿摩的爸爸媽媽 自己也有些感受 她就說與苦難者分擔這個鼓勵 她就說感恩在過去不同的場合 都分享切身的經歷和感受 她就說信仰怎樣帶動我們 面對人生的苦難和遭遇 深深感受到 會眾彼此之間的互動和激勵 即是說 其實在過去不同的場合 她的爸爸媽媽 都有出席了不同的場合 去分享這件事 和感受 甚至乎一些感恩的遭遇 面對著苦難和困難的時間 她就感受到會眾 即是跟她同一個信仰的朋友之間的鼓勵 以及一些互動 甚至乎一些激勵 其實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家裡有人病了或者不舒服的時間 其實身邊的朋友或者外界的支持 對於病者的家人 這件事是非常大的鼓勵 我相信 阿Mo的爸爸媽媽 在這段時間 亦都受到她的會眾支持 所以她覺得非常之感恩 第二件事就是阿Mo的堅持 她就說 看到阿Mo在面對治療和復康上的堅持 作為父母都是感動和恩惠的 感謝有真理性靈的激勵 這就是長文的內容 即是說 阿Mo其實 雖然她自己本人 就沒有在公開場合 或者自己親自出帖 或者去見大家 但是呢 但是在一個康復的過程裡面 她的爸爸媽媽就看到 阿Mo的堅強 即是堅持怎樣可以去做一個 不同治療和復康上面的一些堅持 大家知道 其實一個病人 如果她在這個治療上面 其實很容易會有放棄 痛苦 或者很多困難 大家都想像得到 雖然我們不能夠切身去感受 但是都想像得到 其實在過程裡面 一定是非常之辛苦和困難 也都會很痛 或者有很多不方便等等 但是呢 在這個信裡面 都看到她的爸爸媽媽就說 阿Mo的堅持 即是說這個男生 其實就相當之堅強 堅持自己 在這個復康上面的治療 也都要堅持 要很正面的 希望快點好 所以作為父母的她們 都是很感動 這件事呢 也都成為了她們家人的一個很大的動力 因為呢 就算你的家人多支持 怎樣去全力支持都好 最重要都是那個病者自己 那種自己的堅持 以及她的韌力 這件事就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一個病病 要在這個復序的時間 真的需要很漫長 其實呢 隔了一年 慢慢都聽到 阿Mo在這件事裡面 慢慢有好轉 我相信呢 外界很多的粉絲朋友 作為支持她的人 應該都可以 叫做 有個好的消息 雖然她不能夠完全康復 或者你說要好像 在這個意外事件之前 跳跳紮紮的 生猛的 應該短時間內 就有些困難 但是呢 見到這件事當中呢 你見到阿Mo 慢慢有進展 我覺得其實 看到這些報道 都是一件好消息來的 希望呢 如果有跟阿Mo 或者阿Mo的爸爸媽媽媽 他們家人有相同信仰的 繼續為她祈禱 為她祈告 祝福阿Mo 真是能夠快快祟祟 真是可以走出 這個病魔之路 其實這個時間來講 對於她和她家人 或者她身邊支持她的人 都是困難的 但是呢 見到當中呢 亦都有很多 很正面 很感恩的事發生 那麼 很多人都說呢 阿Mo今次 能夠叫做 走出這個鬼門關 甚至乎呢 可以慢慢走上 這個好回復康之路呢 其實都是一個神蹟 都是一個奇蹟來的 希望呢 這個奇蹟呢 可以呢 繼續呢 就發生下去 我們都 衷心祝福阿Mo 真的可以盡快康復 可以呢 再次呢 走出來見大家 我相信呢 這個呢 應該都是外界最關心的事 那麼 聽到我做節目的朋友 想祝福阿Mo 都可以留言 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今集呢 和大家講阿Mo 李啟賢的復康進度呢 就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 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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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